在SUV刚诞生的时候 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用来越野或者是家用 怎么可能要追求操控呢 于是呢就有了 蓝布基尼的Uros 还有DBX 还有法拉利的ProSangra 包括保时捷的卡燕GTS这样的车型 那么反过来 像本身就有极致操控的跑车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也兼顾越野性的呢 这一次保时捷就带给了我们一个诚信的答案 就是911大卡 这款车型呢之前在海外已经亮相过了 而且很多海外的博主呢也都试驾过了 所以说它的信息 相信车名们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觉得简单来理解呢 这款车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是 992代的911卡雷拉4GTS的越野版 这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就是颜值高 它可以提供很多很好看的拉花贴纸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离地间隙特别高 那么这个车它相比普通的卡雷拉版本 它的车身是高出了50毫米 而且车内呢还可以再让这个前后桥再抬升30毫米 也就是说比普通的卡雷拉版本 可以高出8厘米这样的高度 那么它在车身处于高位的时候 离地间隙可以做到191毫米 那么跟卡雷的离地间隙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有着SUV离地间隙的一个跑车 我觉得如果你花300万买一辆跑车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舍得真的去拿它去越野 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底盘比较高的跑车 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说你下一些车库过一些减速带 过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提倾吊胆 而且悬架高一点的话呢 上下车也更加的方便 尤其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 对不对 那这个车呢目前是全球限量2500台 据说中国市场好像是 就是配额是250台 它的售价呢可能最终落地是要到300万左右了 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就很想拥有呢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车有两个巨大的bug 听我讲下去就知道了 首先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带到中国来这辆达卡尔版本 它用的是个叫暗夜绿的车漆颜色 但我觉得它有点像中国那种瓷器的那种 饱和度很低的那种青色 还是比较优雅的一个颜色 那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乐富门涂装的配色呢 就是你要在买的时候去选择蓝绿色的那个车漆 然后再去购买那个2.89万左右的那个贴纸 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经典复古的赛车土装了 介绍一下这个车和普通版本的区别呢 首先就是这个前机盖采用的是 GT3RS同款的碳纤维的前机盖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红色的拖车钩 车头车尾都有 然后比较有特色的是在它的前唇的下方呢 增加了一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保护罩 然后这也是一个选装的组件 然后包括整个车底啊 你把什么整个是有一套的一个保护组件 是可以选装的 车头车尾都有 那就是你在拉力的时候 有一些小石头撞到啊什么之类的 它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选择了一个被耐力定制的 前19寸后20寸的一个被耐力的越野胎 所以离地间隙里面呢 也是有这个大轮胎的一份功劳 然后我们接着看后面 这个车它比较好玩的点呢 就是比较现在契合现在流行的lifestyle 就是要露营啊 就是户外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就是车顶上这个下雨期看到没有 其实它是一个电源接口 那么你也可以花钱去选装一个行李架 我看了一下官网 好像是要4万多选装一个行李架 那但是由于国内的法规呢 那个行李架是不能带有探照灯的 来到车内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达卡尔特别的标识 现在有人在拍啊 就是在副驾的前面 它会给你标一个 你是2500个线款里面的第几台 那据说保时捷官方呢 也特地预留了一些中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数字 比如说666 888之类的 它的方向盘的回正标 然后包括座椅的缝线也是和车身同色的 那最后再提嘴这个车的动力啊 它搭载的是一个3.0T的水平对质涡轮增压发动机 然后最大功率呢 是480匹马力 布置扭进 570牛米 百公里加速3.4秒 急速可以超过200公里的 那另外它在资料里面特别提到了说 就是这个车 它的车位在升到最高的状态下呢 车速是可以达到170公里每小时 如果速度再继续快下去的话呢 车身就会自动再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这个乐福门的经典涂装 最早呢 是源于959的达克尔的版本 那款车可以说是卡燕的灵魂先驱 达克尔版本现在首先在912上推出了 那未来我觉得如果它在Panamera或者是卡燕上面也推出达克尔版本的话 应该也会很受欢迎的 但是这个车呢 有两个小小的bug 跟我看 这个车呢 就是它的价格选装完之后 也是要300万落地了 但是这个车它只有两个座位 后面两个是也没有装黄滚架就空在那里两个空位 也就是说我花300多万买这辆911 比别人少了两个座位 本来我可以带三个帅哥 现在只能带一个了 那第二个小小的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拉力赛车的这个定封衣啊 都是直接固定做死的 而不是像普通版是带有可升降的 那它也是考虑到一个可靠性嘛 怎么设计呢 没有问题 就是这里呢 它会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也就是说平时我在越野啊 或者干嘛 就这里进了沙子 进了落叶什么之类的 它是会积在这里的 就比较麻烦了 我听他们开玩笑说 车上会配一个小沙子或者小吸管 就是比较麻烦感的一点 买之前要考虑清楚 我们都知道非常好看经典的Taga车型 它诞生之初呢 其实是因为美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在车辆如果发生侧翻或者翻滚的时候 可以有效的保护后排成员的头部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像普通的Taga的911的敞篷板 没有这个机构之后 它们是如何保护后排成员头部的呢 那么知道答案的小伙伴 我们评论区见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